受外围不明朗因素影響 干扰资金回流股市的步伐 因此港股缺乏上升动力 形成恒生指数围绕20,000点 心理关口水平反复上落 进行整固 宏观整体市况 虽然港股承接力弱 但瑞易造淡的策略沽盘 亦未见借势积极投入 推低大市配合淡仓 事过去30年造淡文化出现改变的象征 随着对冲基金及动量基金等 跨市场对冲活动减退 要港股可较理性反映基本因素 逐步摆脱纽曲的局面 要其中最明显的将会是具盈利质素的大型企业 如金融、电信板块等股份的预期市盈率 会逐步爬升上较合理的水平 反映公司业务实况 因此预测当投资信心增强 资金回流时 价值投资仍是资金投向的目标 从技术走势分析 招商银行 03968 近期正处于调整期 股价由第一季中的47.5元高位回落之后 步入中期下降轨道 较早前一度下市36.8元 却有迹象显示存定 速势反弹 从技术走势分析 目前股价远低于50天移动平均线的41元 认成一定的反向动力 支持出现技术反弹 20天移动平均线的39.3元 对应突破此位是完成中期调整的信号 至于基本分析方面 招商银行主要在国内营运传统商业银行业务 经营业务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环渤海经济区等经济较发达地区 在香港则拥有招商永龙银行 及招商国际金融 另外在美国也设有分行 此股的盈利质优 市场预期集团业务可除国内经济同步增长 因此预测未来数季的业务表现理想 增长强劲 成为投资机构入市的根据 至于此股的预期市盈率在6倍左右 反映股价偏低 基本分析也配合股价 有很大的上升潜力 大家可视机在39.5元左右水平吸纳 第一个向上目标视前个反弹高位的43元 中期反弹走势可跨越47.5元 而向下参考位置在36.8元